我们要讲的是 为什么呢 这一周呢 先跟大家讲一下 有两件非常重要的 韩国娱乐大事 那就是釜山电影展 这一周展开啦 你知道吗 釜山电影展这一次呢 其中呢 Nafix两部韩剧 分别获得亚洲内容的 大奖的三冠王哦 有哪两部呢 第一部呢 就是我的遗物整理师 另外一个就是Sweet Home 我们可以看一下 这个导播可以给我们看一下 这个剧照哦 剧照是我的 这个遗物整理师 大家有看到这一部片吗 就是我们的这个CGQ出来 有一张照片 这就是我的遗物整理师哦 他们呢 这两部片呢 对就是这一部 在第26届的釜山国际电影奖 所设的亚洲内容大奖 他们这两部片 分别获得了三冠王的殊荣哦 而且哦 不过今天还是要讲一下 这个今天的重点 当然还是我们的鱿鱼游戏啊 Nafix作品的鱿鱼游戏 大家都说 鱿鱼游戏这么红 对不对 我们上次说了这么多的线上 拜托现在是怎么样啊 现在不仅已经一两周残联了 就是八十几个国家的冠军 现在包括这些演员 包括李正仔啊 他们这些人全部演员 都要去出演美国的吉米秀 Oh my god 真的是哎 真的是台湾 韩国的这个韩国之光啊 电影的这个 韩国的这个电影之 电影影剧之光 当然啦 韩联社也有讲到说 他们这个 Nafix南韩的原创原剧 《鱿鱼游戏》呢 还有郑豪娟他们在这个出演 美国NBC电视台的人气脱口秀 金米金夜秀呢 节目将在当地的 5号的时候呢录制 在6号的时候呢正式播出 而《鱿鱼游戏》呢 其实已经连续11天哦 就是高居Nafix的收视第一了 这一剧这部剧呢会这么红 当然就是因为这个 熔炉的导演黄东赫指导 那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 李正仔啊还有浦海秀 他们一起连媚演演出呢 这一剧呢 这部剧当然是讲 这个社会议题在里面 韩国的社会议题在里面 像是Nafix的创办人呢 创始人呢 他说了一句话蛮厉害的 他说韩剧啊 这部韩剧 证明了优秀的作品哦 都不是出自于 他觉得现在已经不都是 出自于好莱坞咯 他讲的这句话表示 对这个鱿鱼游戏有 非常大的肯定在里面 另外呢 还有就是在Nafix的 这个创始人马克伦道夫啊 他就有讲到说 7号是以视频的这个形式呢 在南韩的文化体育观光部 以及文创内容真心院主办的 2021新兴文创企业展览会上 他说呢Nafix通过韩剧 由于游戏有力的证明 并不是所有的优秀作品 都要出现于好莱坞 这么大规模的拍摄基地哦 小公司呢 也可以凭创新来制胜 而且呢怎么样呢 现在我们刚刚不是有讲说吗 这个韩剧啊 真的是你知道 因为这部游戏实在太红了 所以呢外交部 韩国的外交部 向中国的这个反应啊 中国大陆反应说 这个鱿鱼游戏在这个中 在华被盗版的这个情形 实在太多太多啦 听说呢这个根据韩联社 首尔10月7号呢的外电呢 南韩的外交部发言人崔永三呢 就说啦在例行记者会说 哎呀我怎么的鱿鱼游戏 实在太红了没有错 但是呢已经反映了什么问题呢 他们已经积极的向中国 反映了这个就是倒播的情况 实在太严重了 并且应该要积极的展开应对 崔永三呢这个外交部呢 与驻外的这个驻外机构呢 就攜手呢 攜手一个法令 就是监管韩器著作权的 受侵害法的资讯哦 接受侵害举报 提供应对资源等等哦 所以呢政府呢将这个驻华大使馆 驻上海总领事馆等六处哦 驻华领事馆指定智慧财产权的保护重点机构 哦好严重哦 这个他们表示说呢 外交部呢希望能够禁止 防止南韩的文化内容 智慧财产权权被侵害 目前呢因为游鱼游戏呢 已经登顶了八十几个国家的NF排行榜 南韩的驻华大使呢 张夏成前一天呢就以视频连线的方式 希望呢出席国会外交统一委员会的国阵监察会表示说呢 目前啊已经发现啦 中国已经有六十多个网站非法在播出鱿鱼游戏 没办法啦 我们还是要尊重一下这个注重这个财产权 所以希望大家不要看到版的哦 因为真的是蛮严重的 哈喽小雨小雨下午好 还有EP5247谢谢你 说我的公主帽很漂亮 就是带给你看的 还有这个搜寻卫星讯号 谢谢谢谢 谢谢 请大家把这个直播分享出去 当然啦 这个Nefis的韩剧这个游戏的效应哦 韩国的媒体哦 股价是纷纷上涨哦 为什么呢 尤其是游戏股啊 这在这播出的前几天 真的是涨得非常非常的夸张 而且呢 近期呢 只要是跟这个Nefis热播的韩剧 非游戏 不是游戏幕 不是游戏哦 就是特别这 除了由于游戏之外呢 更吸引投资者抢购的这个至少两家 惊悚系列的相关公司的股票 这两家公司呢 哎我们讲代号就好了 就是韩国的 零六六四一零还有这个 零八六九八零这个不是爆乐透号码哦 这是韩国的这个股市号码 他说呢这两间公司呢 有因为呢就是有持有这个出演由于游戏 男主角李正宅的这个呃代理机构的股份 还有股价在过去三个交易日就飙升了百分之七十哎 这个哦真的是很强很强 这个股价在周一的时候二七号呢 其实呢也在这个前原本是下跌的 结果呢后来的三个交易日涨了百分之五十 事实上是不是影响很多呢 当然游戏股当然也是跟着飙涨啊 还有啊我们现在就要讲今天的重点啦 由于游戏全球火热对不对 而且呢第二季听说已经有进展咯 哎原本啊这个导演黄东赫是说 哦拍完之后真的是非常非常累 不过呢他已经松口了 因为呢大家实在太期待啦 这个第四季呢第二季呢 有四点会将成为关键 第二季有哪个四点要成为关键呢 大家众所瞩目的第二季啊 导演本来呢先放话说 哎先不要啦先不要啦 后来呢本来是说没有具体的这个计划 但老实说不拍真的不合逻辑哦 有哪几个呢我们看一下六大伏笔 第一个来我们CG出来一下 警察会是重要的角色哦 这个警察是谁呢 就是从头到尾每集都有出来的这个警察 警察呢这个导演黄东赫就总算要满足了 这各位影迷的这个好奇心啦 他说呢心里第二季主演的内容呢 导演证实第一季有非常多的伏笔 其实真的是要在第二季解开 尤其呢大家把这个第二季拍出来的原因 就是因为这个警察黄俊昊 与哥哥黄仁昊就是李炳献演的演出 到底最后那一枪其实没有打到形状哦 是打到他的肩膀 这个打到肩膀落海之后 到底这个黄俊昊跟他哥哥的故事 是从哪展开呢 我们其实觉得应该会不会就是 呃这个警察就会采取行动了呢 因为大家其实有发现说 他在那个最后那一幕 其实简讯到底有没有传出去 我看其实其实是有传出去 因为电话其实是有响的 那个警察就是打给他们的 那个总部的时候 电话是有响 有说我在哪个定位 但是呢 而我们在看第三章CG 黄俊昊传送的这个讯息 你到底有没有顺利的发出 延续上一周哦 因为他竭力的把 一直爬一直爬到山上对不对 收集到的证据要传给他的小组长哦 但看起来他的讯息 因为那里收讯不是很好嘛 一直讯息是不稳定的 这些证据到底会不会送到 这个小组长的这个手中呢 还是根据这个导演传达的讯息 小组长收到的讯息是置之不理 置之不理 事迹到到了可能第二季 非常非常大条了 才最后才会出手 还有还有 大家猜一猜 游戏背后的这个组织到底是谁 大家来这个线上猜一猜好不好 刚刚有人说 韩国盗版我们女排的服装可恶啊 不知道小组长有没有听到对 我也觉得他有没有听到 因为他一直在那边说 什么什么什么 什么什么 他都听不清楚的样子 好 到底背后组织 大家可以看到图哦 是我们最后看到的这个 001号他也加入了战局 但也有人说001号啦 就是有传出说是这个 就是男主角的 男主角的这个爸爸 但是我觉得好像不大可能啦 因为他们说就是男主角去 就提款卡的时候发现说 哎他妈妈的提款卡是姓吴哦 然后最后一面也是也是 最后一面也是见这个 这个他这个本来以为被杀死的 001号最后一面他见的是这个 这个呃就是男主角李正宅 对到底最这个背后的组织 是这个001号 呃吴先生呢吴老先生呢 他因为他死掉了嘛 他也参与了这个游戏 然后还是这个带着蒙面人的 我觉得带着蒙面人的蛮有趣的 因为有一个讲中文 你大家有发现吗 认真的发现有一个是讲中文的 然后呢又可能大家问听不懂嘛 就讲英文这样子 还是到底我觉得应该不是李正 我觉得应该不是那个 呃李就是等于 我觉得应该不是李炳线啦 李炳线可能只是一个 角色之一的首脑 到底是不是这些外国组织 还是是恐流我不知道 对所以呢 到底001号吴一南是背后的主持者呢 还是这些顾客 就是所谓这些戴这个奇奇挂挂帽子的顾客 一起主办这个游戏 顾客因为跟他都觉得很没有热趣 因为他们非常的有钱 才一起想出了鱿鱼游戏 因此黄仁浩以外的主办人 可能就会是下一季的 就是面对陈其勋对抗的重点咯 好了就是我们刚刚讲的 陈其勋呢明明就已经有这么多钱了 要准备去找他的女儿 搭上飞机的这一刻 结果万万没想到 他在最后一刻揽了一个红色的头发 大家说揽着红色代表愤怒的意思 他到底是不是要回去参与这个 鱿鱼游戏第二季呢 去踏上这个复仇之路 还有究竟他要怎么打 找到这个游戏举办的地点 用什么方式来报复组织呢 这就是第二季的一个问号 还有这个管理人员 我们看一下下一张CG 管理人员是怎么找到的 我们很好奇 除了主办人员之外呢 整个组织都是军事化的管理 非常军事化管理 我觉得不输这个北朝鲜啦 但举办这么多年以来 没有人以工作人员的身份 揭发这个组织 太奇怪了吧 显然这群人一定有相信的 这个忠诚度 韩国人最先讲忠诚 对所以呢 这群人积极可能是一群佣兵 但事实到底是如何 为什么没有人透露出来 这个组织在哪里 我记得这个组织好像是 运运到船上 然后再运运到一个五轮岛 第二季也可能会揭晓哦 还有我们的阿加西孔刘 真实身份到底是什么 在第一季呢 孔刘是饰演引路人的 这个非常重要的身份 虽然只有出现第一集 跟最后一集有 导演也透露呢 孔刘曾单演这个 开头以及收尾这个 非常重要桥段的角色 但是孔刘会不会以真面目表示 他其实是带领参赛者进入游戏 在组织内扮演非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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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常重要的角色 而且会不会就是 吴亦南口中一起举办的顾客之一呢 会不会他就是面具人之一呢 而且孔刘使用画片 据说也是一个这个甩画片的设定 据说这个剧中陈其勋 不是选择这个蓝色吗 是否跟这个选择蓝色成为参赛者 红色成为工作人员有关 根据剧中有管理阶层呢 偷卖器官为金钱情况来说 也不是不无可能哦 对不对好孔刘应该是负责打巴掌的 嗯我也觉得这个很多人啊 就是到那个上一集我们讲的 这个梨泰院去这个 看会不会遇到孔刘打巴掌 结果啊这个因为疫情的关系啊 这个梨泰院这个沉浸式的这个 这个环境呢 听说因为疫情的关系严重 南韩的疫情严重 哎呀已经拆除了 不过没有关系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其实由于游戏 因为会不会拍第二季呢 先前也表示还要再跟Netflix洽谈 所以呢这个剧中非常多的 这个伏笔和高人气啊 拍这个第二季看来是势在必行 因为流出这么多的疑点 对不对 而且我觉得最后那一幕 真的是有点莫名其妙 哎他就冲出了这个 这个陈其勋就冲出了那个飞机的那个 呃那个就是冲出飞机 然后看到孔刘上了 不是师叔列车啦 上了这个高他们的高铁box 然后跟他说bye bye 哎这一幕真的是让大家觉得 有一个悬念在里面对不对 好 哈喽大家好 孔刘应该是公关经理去找人加入的 谢谢谢谢 好 那大家可以猜一下孔刘的角色 到底是什么呢 我怎么知道